今天分享一款我非常喜欢的 英式伯爵茶面包 如果说有一种味道能够治愈心情的话 那么一定是这杯伯爵茶了 而赋予它魔力的便是那佛手干的清香 喝上一口便能抚平心中所有不安的小情绪 把这种清新甜美的味道揉进面团里 做成面包 吃下去的每一口都有种阳光照进心间的温暖 那么今天就来跟着我一起 做这款能够治愈心情的伯爵茶面包吧 想要面包质地柔软细腻的话 那么揉面这一步就是非常关键的了 既要揉出手套膜 还要控制温度 不让面团断筋 揉好的面团 我们将它放入碗中 盖上保鲜膜 醒发至两倍大 夏天发面 发得比较快 要注意不要发过头了 发酱好的面团 我们将它按压排气后 等分成五个小剂子 再将每个小剂子分别团圆 盖上保鲜膜 松弛15分钟 松弛好的面团 我们将它擀成一个大的长方形 然后再小心地卷起 收口的位置和两头 用手稍微捏一下 否则发酵的时候被撑开就不好看了 做好的面包卷 我们将它放入烤盘上 然后送入烤箱 进行二次发酵 另外一盘面包 我是用另外一个烤箱来发酵的 面包发酵好以后 我们在面上撒上一些干粉 做装饰 烤箱需要提前预热 用170度烘烤15分钟 喜欢吃奶油夹心的话 可以像我一样 将中间切开 中间挤入奶油馅料 奶油的选择 今天我用的是巧克力咸奶油 面包出炉后 满污子都是佛手干的清香 真的忍不住 要泡上一杯伯爵茶 细瓶的每一口 都能让你回味无穷 相信我 这款面包真的非常好吃 你们一定要去吃一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我是曼曼 我们明天再见